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稍等一等让其他的朋友都一起进来了 我们才会算是一个正式的开始 那今天已经是年十五新年的最后一天了 趁着在这个新年最后一天呢 我们来谈一下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课题 就是这个孔夫子过年 那么年大家都这么过嘛对不对 大家都会过年 那在大约这个两千多年以前的时候 尤其是那么一个著名的人物孔子 那对于年他是什么一个态度 而他又是怎么去过年呢 因为孔子毕竟活了整七十几岁嘛 那七十几岁算起来他都过了七十几个年 这七十几个年是怎么过的呢 那根据这里待会呢 这个我们的特别邀请来的嘉宾林志明老师 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这里呢先给大家一个过程 先简单介绍一下一个 我们拉曼大学一个背景 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对拉曼大学 都那么熟悉嘛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简单介绍 这里可以看得到的是我们这个校区 拉曼大学呢我们有两个校区 一个是在霹雳州的金堡 另外一个呢是在雪兰儿州的双西隆 那这两个校区呢都各有特色 你可以看得到是这一个金堡校区 它是长得这个样子的 而中文系的本科有的是degree 也是在这里上课 那这里呢占地是1300英亩 所谓1300英亩是那么多么大呢 一般来说可能很难想象了 到底是个什么概念1300英亩 你大概想象一下一个标准株就长 650个标准株就长 并在一起 大概那么大 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那么多 那么的广阔 当然并不是说这个你所看到的图里边 是1300英亩 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其实还有很大部分的空间呢 这个空地呢是还没有开发的 所以拉曼大学这个金堡校区 其实还有很大一个开发空间 也就是说拉曼大学这里呢 其实潜力还是很足的 还是有很大这个发展潜能的 目前来说呢 我们这里在就是新建制的是 我们自己的这个拉曼大学教学医院 预计会在这个2022年左右的时候呢 投入使用 那我们也是很期待啊 我们这个拉曼大学教学医院 能够正式投入使用 因为里边呢 它有包含了这一个西医啦 中医啦和印度医学啊等等 在里边 而且也是会开放 就是给我们的学生实习 和开放这一个 这个服务与这个金堡的民众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校区 算是设备蛮齐全的 还有不同的这一个设备啦 设施啊等等 好 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双西龙校区 Sungai Long 双西龙呢 就不太一样 它是两栋高的楼 那这两栋高楼里边呢 具有不同的设备 和不同的这一个院系等等 那这个中文系的这一个硕博 一般来说是在这里上课 因为我们的这个硕士班呢 也分成两种 一种呢 是需要上课的 就是这个啊 混合制 那上课的一般上都是在这个双西龙这里上课 所以以后 如果说大家是对中文系有兴趣的 想要来就是读完了这个学识以后 想要来报这个博士 硕士或者博士的话 都可以过来这里啊 那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一个介绍啊 是我们在最近拿到的一些排名 在这个THE就是这个碳武士高等教育排行榜里边呢 我们很高兴能够在全球的这个大学里边 排名是501到600位 而在马来西亚 那我们是目前排名第二位的 那至于全亚洲的话呢 我们的排名是第119位 拉曼大学其实是在2002年的时候才开办 那一直到今年也算是19年 还没有到20年 在这未满20年的时间里边 能够拿这么高一个排位 那是一件很激励人心的事情 那当然这有赖于我们的这个教职员的奴隶 还有我们学生们的这个奴隶 大家在共同的付出 他有今天这个成绩 好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来的这一个林志明老师 他是来自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的 中华研究院本身的前身就是拉曼大学中文系 而拉曼大学中文系呢 是在我们这个2002年创校的时候就有的这个八大科系之一 所以中文系的这个历史在拉曼大学里面可以说是有拉曼大学就有中文系 那之后呢就升级变成了一个院 这是中华研究院 目前在这个中华研究院里边呢 我们有这个本科就是学士班 还有这个硕士 我们有两个硕士 一个呢是这一个混合制的 就是中文硕士 另外一个呢是这一个论文制的 之后呢一个是中文博士班 这是目前所有的 算是蛮齐全的啦 有这一个 Degree Master 到PhD都有 当然如果说是以SPM来做申请的话 当然是需要经过这个Foundation 也就是基础班 过后才能够进入这一个学士班啦 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啦 那已经是4点03分了 大家也差不多都进来了 再一次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共度这个下午 那在这里呢 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来先做一个简单的 今天这个特别来宾的一个背景介绍 那林志明老师呢 是这个南马大学中华研究院的助理教授 在南马大学里面也是待了很久的时间了 是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教学研究经验的一位老师 他本身呢是在这个台湾台大的这个本科毕业的 之后呢就到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 就是攻读这个硕士 然后呢到这个中国武汉大学 就是考过这一个文学博士 这是他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 今天这个讲题 林志明老师就会来跟我们讲 孔夫子过年 年在我们这个至圣先师的身上 他到底是怎么过的呢 我们今天就来有请这个林志明老师 好 老师 好 各位在线的来宾朋友大家好 待会儿 对不起啊 那个PPT 我给先生一下 老师先上传你的这一个 对对对 可以了 可以看得到 大家下午好 我晓得这个在线的 应该有不少这个师长 亲友 当然还有我的学生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 一旁照顾了 谢谢大家在这个过年的最后一天里 能够这个获空来参与这场 这个在线的这个讲座 我会卖你演出 希望这个我的讲座 不会让你们失望 孔子是我们最熟悉的古代中国人 儒家思想呢 是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很深远 年是百节之首 可是孔夫子如何庆祝的重要的传统节日 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而古籍里 上古古籍里没有技术 最可靠的技术童子 原型的这个轮椅呢 也没有一张正面提及 这个很耐人寻味吧 所以就在这个延宵节 我们来应应景 来看一看 这个孔夫子如何过年 我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我们说这个年吧 这华人啊 每年庆祝的荣誉新年 不是一个单一的一天的节日 比如中秋节啊 端午节都是一天的 而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我们知道这过年 是指这个年前后 也就是主要分成三个环节 有它的时间进程 首先是年之前 也就是年中嘛 我们要持就水 然后到了这个年三十 这个跨年 我们有所谓的团年饭 之后呢 年初一过后 就有拜年啊 五师五荣啊 一大堆活动 这 这当中呢 这一开始呢 就是持就岁 我们就有祭祀的礼书 这个 这个跨年 就有仁伦的礼书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 这个迎村的礼书 这三个礼书呢 都互相这个联系 联合在一起 就在我们的家庭 在社会 在全国这样子展开来 这个年就是这样子的 严肃中又多姿波彩 热热闹闹的 从我们说 那爸爸送赵神之后 一直到这个正月守 也就是今天 搞了大概一个多年 才结束 我相信这是全世界 庆祝年节 最长久的一个民族 真的很累人吧 这个 迫索回来 这个孔夫子 有没有过年 这个题目 我就尝试上网去 搜索了一下 学术文章 怎么找都找不到 倒是发现了 在2013年 山东有位画家 郭敦夫先生 他就据说他 他据他本身说 他考纪了 有根据的 就画了一组什么画 叫做孔子过年 我们看看 来看看 他的作品是如何 孔子师生在早上锁睡 弦歌 南风迎新 没错 孔夫子 对音乐 很有研究 也很 也很爱 他很爱唱歌 只与人歌而上 看来 也是想 也是应该有 孔夫子 和家首睡 关联 孔夫子有一子 一女 有七子 看来 肯定要首睡 首睡 讲古 孔夫子 应该很多故事 可以讲 看来 也是 也是 可能 赏雪 一家人赏雪 做个小雪人玩玩 看来也应该是 这个 如果 应该 其父 应该有 应该有 飘雪 孔夫子放鞭炮 这个 有点耐人行为 孔夫子 是这样子过年的吗 假如 真的是这样过年的 我想跟我们 或者跟中国 中国那一代 赏雪放鞭炮 没有什么两样 假如没什么两样 我看就没什么 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假如不是 那么孔夫子 又是怎样过年 孔夫子 假如过年 这个礼 这个大节日 这个 对孔夫子 有什么意义 因为孔夫子 好礼 入太庙 没试问 但其实话耍回来 这个 应该要先解决的问题 是 孔夫子 有没有过年 假如 他没有过年 的话 那么前面三个都 其实都根本不需要谈讨 所以我 根据这 我整理了三个问题 孔子 或者说孔夫子 是三千多年前 这个 舟人 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舟人 舟人 有没有过年 有没有过年 那么 来到孔子个人 他本身如何过年 以及您对孔子的意义 我想我的讲座 就按照这三个讯息来说 首先呢 就是孔夫子 这三个讯息来说 距离我们已经 这个 有两千五百多年 他是周人 周人有没有过年 我想这个 这个课题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曾经 这个 问了一些 这个朋友学者们 很多那就接受 他老人家没过年 年是这个 汉泰人 我在想是吗 确实吗 我就循着这条线 就循着 首先我们得了解 所谓的过年 是指 度过年中 然后花到顺手 就是刚才所谓的 然后这个年呢 在这个上古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 这个 称号 比如说下的时候 就叫睡 上的时候叫室 祭室的室 周的时候才叫年 这个 这个称号 都有他的一些意义 这个我就 不说 我就说 周吧 以这样来说 周的时候叫年 孔父子是周 由此来说 很逻辑的 就是孔父子 肯定有过年 而且还过了 七十三个年 这样子 这样就解决问题 我看就讲座就可以结束了 应该事情没那么简单 好 圣代要说的是 我们所谓过年 是这个 十二月 辣月 跨过正业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的正业呢 其实是从汉代 也就是汉武帝 这个社的这个太初历 开始一直到清朝 它其实呢 是跟着 是有参考这个下历的 也就是用圆月为正业 可是到山 到周 到秦的时候 不是圆月 在周的时候 是十一月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十一月为正业 也就是比较提早过年 这点 这一个常识呢 我想应该要稍微认识一下 好 这个 我们呢 这个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首先呢 先了解一下 这个年 是什么 说文解词 说年呢 是这个 这个道国 这个熟了 所以春秋古梁状 就有所谓的 丰收的话 我们就叫大元年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 过大年 过大年 是大福熟年的意思 就从这里来的 所以这个年 有这个道福熟 然后在那个时候 道福成熟呢 是一年 一年呢 这个 才这个 才长熟 不像我们在一年 这个两三年的熟成 所以它也称成年 年熟成 或者是一岁 一岁 当然这个年 还有所谓的 也有信 人的心 或者是甚至 我们比较熟的是 一个门兽嘛 这句说年的成熟嘛 所以这里呢 空不止过年 很清楚 就是用一个 所谓的时间单位来说的 好 嗯 这个年呢 既然跟 这个道普收成有关系 我想呢 应该说一说一下 古人 或者说周人 是一个 如何重视这个农座 周呢 是一个农业大国 嗯 农业大国 这个美啊 当然很注重 这个每一年的 这个收成 因为这决定 下一年的 这个农民 能不能吃得饱 这个 一年的好坏 或者幸福不幸福 就靠这里 所以呢 他们就一定很谨慎的 就在 每年 收割之后 要谨慎的 透过祭拜 来看一看 明年会怎样 啊 啊 景圣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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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景圣呢 是往往就在 有四个点上 第一个点呢 就是冬至 冬至的时候 也就是辣业 快过年前了 哦 这个 因为呢 这个 产气时 第二个 景圣点呢 就是 辣日的 第二天 人刚过完 一年 聚在一起 哦 四后 然后呢 发扬气 所以叫 出水 哦 我不再讲 第三第四点 大家看一看 辣明日 人 人中 竹水 人们刚过完 一年 也就是说 这个辣日呢 就是我们的 除夕来的 就是我们的 除夕来的 所以他就 过完了一年 所以这个除夕的时候 古人 或者周人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就进行 祭拜 来我们来看 周人的 祭拜之力 哦 是怎么回事 啊 这个 祭拜 我就 以这个出来 这个 中国出名的 这个 民俗学 这个教授 这个 北师 北师大的教授 萧放 萧放教授的 一个说法 大年来源于 古代的辣日 辣日的本意 就是年中的辣字 也就是说 透过祭拜之后 第二天就 就所谓的过年 好 嗯 礼记里头 有写着 这个天子啊 春夏秋冬 有个 都都有一场 这个在宗庙里的 一个大祭 冬天呢 就是叫做 真 那么 之后呢 还有一个 最后 就收藏了 十二月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 大炸的 大炸 这个呢 大炸跟之前 这个夏月秋长 冬尊春色 是什么不一样呢 他呢 就是在这个郊外 举行一个 大型的祭祀 至于内容什么呢 待会我会再说 我们就了解 有东征 有大炸 还有什么呢 还有呢 就是 辣 还有一个小小祭祀 这个呢 是祭祀呢 家里的这个 这个五个小神 五四 五个小神 这个辣 跟这个祭呢 有天子的 然后呢 也有民间的在祭拜 尤其这个辣 也有民间的祭拜 好 而在辣的前一天呢 还有一个 这个 挪舞 一个挪的仪式 这个挪的仪式呢 就是 也许我们有的时候 在一些电影 什么之类 我们会看到 就是呢 这个 会扮成这个 很凶恶的 这个野兽们 什么之类 然后跳挪舞 唱挪歌 到家家户户里 所谓的 驱逐掉这些 这些邪灵 好 嗯 得说一下 你看 这里 有说 其实 先辣一日大挪 这个辣应该指的是炸 为什么呢 因为汉代 就把 炸跟挪 这个两个仪式 把它混在一起 把它混在一起 为什么呢 你看 辣者皆也 新顾交集 顾大计以报工 这个就是刚才所谓 那个消防教授所谓的 这个 这个炸 来的 所以他就把它 混在一起 好 所以 那么在民间 有没有一些活动呢 有 这个 我就以这个 试经的 这个 这个 两处来说 你看 这个 九月 再顾 十月 细色录 火床试经的企业 十月呢 就开始 洒扫 就开始 熏一熏 因为家里 可能有老鼠 爸爸 熏肘 然后塞住 这个蒙风 不让 这个风吹进来 啊 接我父子 夜为改睡 这是民间 洒扫 一直流传到 现在 整三千年了 过年前 我们要洒扫 把这个空间 把扫得干净 还有呢 我想过年 最出名 就应该是 庆祝赐 对不对 这也有啊 这个 十月之后 怎样 藤酒思想 沙羊 然后到公堂 然后拿起这个 犀牛角 这个的酒杯 然后 祝福大家 万寿 赌 也就是 所谓的 香淫酒之礼 香淡啊 就大概就是 在一个地区 类似我们 现在所谓的 一个达曼里 之类的 香淫酒之礼 所以我们得到 一个 一个总结是 在周朝年中的时候 也就是 十个月 那一夜的时候 朝廷和民间 至少我们看得到的 是有这个六项活动 其中四项呢 这个针 这个磨 这个炸 这些呢 就是这个祭 跟祭司 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好 这我们 就回来了 周人是这样子 过年 孔父子 有没有参与 孔父子 没参与 你可以说 孔父子 这个可能 这个 学而不厌 对不对 他只在家里 不说吧 没过年 这个你 林老师 在这里 车大炮 这个 他都没过年 你怎么能说 还有过年了 对不对 好 的确是 这个题目 所实在 对我来说 教了那么多年 真的很有挑战性 这个古书里 上古记载的书记里 都没有正面 提到 孔父子 过年 仿佛呢 他 不参与这些 节目 我只能勉强的 这个挑出了 三处 这个三条 古书的记载 其中一条 就是从文宜 另外一个 就在 里 那首先 我们先说 长久以来 中国人相信 我们人 和这个大自然 有一种 有一种大自然的时序 春夏秋冬 有一种对应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 天行圈 君子女士 强不息 怎么日处而作 日入而行 所以 就常常教训 直直直直直直 要顺时而动 春夏秋冬 就应该做什么事情 春夏秋冬 是一个 有机的生命体 春春夏秋冬 这个秋冬 这个冬王 这个四季这样子的一个转化 所以来到了那夜 冬天 这个就进入了 衰亡期 这个冬植物 都处于一个衰老衰亡期 人也是一样 所以这时候 人也是一样 也要经历着考验 人和自然 大自然界 其实呢 都在思考 当然 我们晓得他在思考的话 是否能够平安度过 这个阳光呢 具体一点就是说 如何度过这个旧睡 然后到新春呢 所以古人 在没有把握底下 他得想出一些仪式吧 那就是透过一些 所谓的 驱魔 做仪式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冬天 让你不能度过的 就是阴气太重 这是一些邪魔作息 必须要把它 去掉 所以 孔夫子 其实就有参与 有参与 这个所谓的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我们看 《论语》的乡党片里面 就有这么一回事 乡人迎酒 葬者十出一 这个就是孔子 参与这个乡迎酒里 乡人挪 朝服 而立于座节 也就是说 乡人在座挪的时候 孔夫子 就穿上上朝的衣服 就立在这个东阶 就是阶梯里 这个东阶 就是他的这个家庙 这个地方 这个为什么 川朝夫立在家庙 待会我会给大家分享 但至少我们看得出来 孔夫子有参与 香名酒 有参与这个 香的螺 这里有说了 我以这个礼句 和这个周礼来说出 这个螺送寒去 要把这个寒去去走 而且周礼呢 这里还有提出来 他们是怎么螺呢 就是在这个 从上到下 朝廷和民间都有 有一个官 叫做方向师的 他披上的熊皮 带着有黄金色目的一个面积 穿上这个红色的衣服 橱色的 又黑色的衣 黑红的衣服 很吓人了 就拿起了他这个武器 这个哥跟毛 还有派领了一批人 然后琐事去谋 就是家家户户离去的 就是进到你的房子里去的 我们现在有这样吗 好像武师好像是有这样子吧 对不对 跳挪舞 这个唱挪歌 要舞扬威 所以是非常热闹 当然也挺吓人 除了这个孔夫子参与罗 他还参与这个战 参与这个战 这个我就以这个礼记杂记 这里 这个内容我就不再说 他和他的这个土地 死共就参与战 然后就说出了一番话来 这个代表我会说 还有礼记这个礼应篇 也有记载孔夫子呢 这个参与这个炸离 也就是说 这个乳工进行这个炸离 孔夫子呢 是帮忙的驻扎 这个呢 是根据学者的说法 他应该是当了很大的官 那时候当三师之一 也就是师寇 之后结束之后 他就跟他的弟子 指由 这个 看看整个大场景 然后呢 他就赶旁发出了一些话来 炸是怎么一回事呢 怎样的一个祭司呢 这里呢 就有说了 他其实呢 这个 其实呢 他主要是 炸霸 就是有主要祭拜 霸宗神 你留意一下炸霸 所以这个很 最后他会演变到 跟我们熟悉的 蜡霸 是蜡霸宗 就有一些关系了 其实这个炸霸呢 不是说这个第八日 这个八呢 是八种神 这里我有 我有话 过几线来啦 我就不再说 主要呢 这些呢 是跟农业有功的神 纤色啊 这些什么之类 这个啊 香农啊 还有这个油表卓啊 这些都是呢 对农有功的 包括呢 甚至呢 连这个 禽兽 什么呢 老虎 田鼠 都认为对农业成长有功 什么有功呢 啊不是田鼠啊 抱歉啊 猫 因为猫是这个老鼠 这个老虎呢 是这个田猪 不让这些人 不让田鼠跟猪来 骚扰这个农座的成长 所以呢 也要祭拜 其实它是祭拜神啊 你看 和吉万故 所以 祭拜神 怎么祭拜 古代的祭 他不像我们现在用一个缩像 或者是一个神族牌啊 什么之类 就一个牌 一个木牌上面就刻着你 他是有很具体的 由于人来扮演 扮演你祭拜的神 这个就叫做师 也就是僵尸的师 他就可以坐下来 然后接受你的祭祀 然后又赐你的祭品 还会说一些话的 哇 所以你想看 一下子祭拜神 百个神 哇 热闹非凡啊 热闹非凡 而且 连这个 还有 还有扮这个 这个猫啊 这老鼓的 哇 什么 所以 而且 服装啊 什么都有 所以 这个有学者就指出 这有点像 黄黄晚会来的 也有学者指出来 这是古代的这个续记的情言 这个当然就岔开了 就不多说了 好 当然这个你看记事方什么 但是 假如收成不好就不记了 因为没有什么好感谢了 也不让人这个老人 另外呢 我想顺带说的 有人在这个论语霸义里有说到 这个 孔子昂似乎有记着的灶神 也就是那 那月二十三 我们现在挤灶神的 那我想这个 这一条呢 不太难做得准 不太难做得准 你看 那先祖五记 包括这个灶神 因为呢 灶神啊 这个热嘛 火 在上古的时候 至少在周 也有在夏天挤灶神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条 我就放问号 很难说 所以呢 我得到的一个答案是 也是 是萧范教授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 这个我们的年节 年节要通过的仪式 刚才我说三个阶段 其实呢 它有三个类别 也就是睡末的时候 要进化仪式 还记得刚才的罗马 就主要把这些学末去走 那是一个进化的仪式来的 当然 这个扎也带有这样子的意味 把这些白神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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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急 是乱了 还有呢 过年的仪式 也就是 香饮酒 所以 从这 从这点来说呢 其实呢 孔父子啊 从这个意义来说 是有过年 是有过年 只是这个年呢 不是我们现代的年 我们现代的年是什么呢 随便哦 随便哦 上个网 这只挣落出来 就一大堆牙 哦 但我想 这么多姿多彩 孔老先生 这个生得太早 来不及参与其身 但但我想 假如你今天 叫我这个孔父子过来 你去给他拜年 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 至少 这个叫有彭治典方来 呼一乐福 至于你叫孔父子 借财神 但我想 复归于我如福云的话 我想孔父子应该 应该不会很乐意吧 这个其他的 我就不敢多说了 因为是梅记载 我紧记的孔父子说的 自知为自知 不自为不知 这个我就不好乱说了 我们来看 第三个文件 这个梅到底对 孔老先生的意义是什么 《论语》里曾经这么记载 孔父子进入太庙 每一件事都要去问 就有人问说 都不是懂得理吗 还教理啊 这个为什么明知顾问 孔父子就说 这才是梅里 要确定有一件事 所以 这个孔父子 这个李教孔父子有过年的话 这个过年 这个大节日 这个古礼啊 那肯定是有一些意义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 就这么仅有的三处记载 来看出 这个李在孔老先生 内心的意义呢 孔父子的学生 没有问过他 这个 这个 这个老师 这个年的意义是什么 孔父子也没有知道 年是什么意义 我林志明在这里 尝试来 垂测一下 这个垂测的不好 请多多指正 还是回来 这个消贩教授的 这个 这文章里 他说 刚才说这个年节通过 有进化空间 有跨年 对不对 有云村 这个三个仪式呢 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 人跟大自然 共同经历 还记得我说吧 这个挪 它就是 就是 大自然 这个 动植物都开始面临衰亡 人也是一样 他们都准备要跨过春天 而心里会担心 的确是有一个动植物就摔亡 包括人类 所以他们都需要有一个能够保佑他们吧 可以跨过的 所以透过 即是 透过 这个挪 想尝 希望得到一个 一个保佑 所以这个挪迹 一直远变到现在 还是在某一些地方 这个 还是有保存下来 它有 甚至是在世界各地 你还会看到 日本啊 韩国啊 还有保留 在中国某些地方 还是 也就是人跟自然 共同经历 那么 第二呢 家族 集体经历 那个就是 就是所谓的 是团圆饭 是团圆饭 所以为什么 这个过年 再怎么演 在哪里 都一定要回来 因为在古人的想法是 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 当然 就是朋友 帮忙 你市长 但是最亲的 最可靠的 还是家人 所以大家必须团聚 尤其是在跨年 那个时候 所以据说团圆饭 就是在那 这个地 这个就是这样子 演变过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世俗跟神圣的交流 还记得刚才我说的 那个诈吧 哇 几百神 一百个神仙 这个神出来 甚至这个猫 猫神也出来了 虎神也出来了 那不是这个化妆舞会吗 这个然后大家狂欢 而且 这个炸祭之后 就进行 这个炸祭之后 就进行这个香饮酒 大家不是醉倒了吗 而且那一天呢 就可以 就可以不限于这个 喝三杯而已 在古人呢 有所谓的三节 三节而止 他不限于三杯 就喝到你饭 最大 所以就是一个 世俗跟神圣 这个这样子交融的 没错 在周代的时候 他们信神 但是呢 很多时候 这个神的 跟这个世俗的 这个交界 就是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分明的 这个诗经里头 就有不少 所以他有这三个特性 孔父子呢 就有经历了 一跟三 二呢 那么就 很抱歉 很匮乏 其实一整个论理里头 都很少 很少提到 孔父子和他的家族 我这个学期 上这个世俗课 就有位同学 就问起了 说孔父子讲人 为什么他的 说亲亲而人名 为什么 没有听到孔父子提起 他亲亲嘛 孔父子如何尽孝 这个孔父子和他孩子呢 这个也真的是 不太好讲 没关系 有兴趣 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 来我们来看看 他这个三条 能不能够看出一些 一些究竟来呢 首先我们看整个诈 孔子和子贡 子贡是一个好学生 孔子去世之后 他的弟子呢 就在他的墓边 手上三年 子贡还自动加班 加了多三年 六年 这个很难 这个子贡 就跟孔父子一起 看着这个 这个诈 孔子说 子贡你快乐吗 这个 子贡就回答 老师说 整国的人看来都狂欢了 接若狂 可是我不见了什么 狂欢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也没说 但我估计 这个子贡 很好学 他也觉得这样子会 耽误了学习 就是说这么一天 他也不放过 连除夕呢 这个好学生 也还是抱着书 自知不见 孔子就回答说 哎呀 百年 怎么百日 这一整年那么辛苦 就这么一天 你呀 真的是 你真的不知道 张而不辞 文武不能 持而不张 文武 这个文武啊 也就是孔子的 这个故乡 周文王 周武 武王 他说 只每天紧紧张张 没有放置 没有放松的时候 文王跟武王 都都都不中 这个当然 完全放松 都完全不学习 这个文武 一章一词 文武之道 就说我们学习 或者当然 文武之道 是指他自我 但是这里 你把它变成学习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学习修身 要有张有词 不能老是这样子张 今天这个除夕月了 还抱着书吗 那我们知道 历史上 孔子是很珍惜世间 很爱惜世间 比如说吧 这个 《伦以子汉》里 孔子就曾经在这个水 这个川上 这个流水上 就这么感叹 世者如是乎 不舍重业 他感叹 他世气的这个 这个时间 这个流失的时间 就好像日日夜夜 这样流走 就像这个流水这样 所以孔父子说 他自己是 学而不厌 会而不见 知智不见的学习 然后呢 这个教导学生 也从来不厌见 但是孔父子 完全没有放松吗 不 有好多好多 你看 这个 在《伦以仙境变》里面 孔父子就曾经在 这个牧村三叶的时候 和他弟子 万者五六人 孔子六七人 这个 玉鱼鱼 风鱼 舞鱼 永何归 去洗洗澡 吹春风 唱唱歌回来 他也有放松的时候 这个一章一词 这个学习 这个 我认为 这个才是 孔父子提倡的 这个叫中庸之道 所以这个论语 孔子说 中庸之为的 体制衣 最高的 民行酒衣 人民很少做到 所以他欠免只供 不妙这样 虽然老师叫你 这个 文明读 天行见君子以自强夫妻 但你也要休息 四度时候要 所以这个从这里 过年我们可以看到 孔子竟然给他 想到 修身去了 想到 修身去了 那么我们来看 第二章 这个参与这个章 只供跟 这个 子游 子游 在这个论语里头 他弟子室中间 这个呢 这个治国 这个 出名的 就很 很能够治理国家 这个 出名的一个 一回故事 孔子 有说 这个 自理一个国家 这个子游 你要用礼业来治国吗 孔子去探问他 听到 玄歌 礼业 孔子甚至跟他开玩笑 说 杀鸡 用牛刀 结果呢 这个老师就给他学生 这个 顶回去了 就说出了一番道理 学生就教回了老师了 这个 有点当人 不让于失 这个味道 孔子呢 就从这里 引申出来 说 这个三谷 之前 这个 这个 圣王的时候 是一个大同的世界 之后呢 现在大同也有了 金流小康 我们今天不在这里 讨论着大同小康 当然这个 这个有很多 当然 这一章也许会有一些问题 大同小康 我们不谈到这里去 但我们知道 这一个呢 就很清楚的 孔子就由这个 这个 这个除夕业 这个过年 谈到了这个 四国里去 辛苦了365天 我们传统华人 再怎么这个 勤劳 自知不见 这个 这个 一年辛苦 364天 我想年初夕 都应该要 放下 放下工作吧 对不对 可是呢 孔子呢 他也是有劝工作 但呢 他也还是不忘的 要谈 修身 要谈这个 治国 这个就是真的 应论 孔子 这个 讲的 君子 无忠实 之间 为人 每次一口饭 都会想到 这个人 照次 必 于是 颠沛 必 于是 好 从修身 到治国 我想这个 大家也许 应该会想到 这个大学 里头的 大学之道 在民 在心 在主 之上 就是这样子 这么一回事 那么 除了这个 也就 除了这个 修身 这个 齐家治国 平天下 通老父子 还有没有 对这个 古理 有什么 看法 我想 最重要的 应该就是 这一张 刚才又跑出来了 香人饮酒 战者 释出 香人 招呼 合力于作戒 这一章 是在 轮演 相当 记载 然后呢 在礼记里 也有这么 记载 香人 伤 这个伤 据学者的 祖师的说法 也就是 罗埋 孔子 招呼 合力于作戒 很接近 但是呢 后面多了几句 从事神也 也就是 保护着 这个 室里面的 神 也就是 家庙里的 神 这里的神 就是历代祖先 祖先的神主牌 全部都放在这里 穿着招呼 站在这个 东街 为什么是东街呢 这个呢 是一整个家庭 这个最重要 贵宾或者一家之主 走的地方 也就是说 从这里 就可以走上了 这个四神 这个房子 好 家 香人 这个 我们先看 香人 香人 饮酒 藏者 处 师处 也就是说 跟香人 一起 一起饮酒 一起 他们饮酒 那时候 还有社间 什么之类 藏者 处 所谓的藏者 是指 六十岁的人 也就是说 当时候的 长者 长者就出去了 师处 恐怖 者才处 就是说 先让这个年长的先走 这个呢 是代表什么呢 一种 一种 尊敬 一种尊敬 不可以抢着出去 好 香人 像人呢 就在那边 很吵 很吵 这个又长 哭 什么 什么 挪到了 孔父子的家 不让他进来吗 也不是 孔父子 阻止吗 不 这个古里 还是有 传家 虽然 这古里 看起来 有闹 因为到 接下来 这个 往后 这个 往后的朝代 越闹越 越已经是 有点 好像 洗戏 什么之类的 越来越 越放荡 孔父子 这个 整装 穿好 这个朝服 这个面子 因为孔父子 那时候呢 是这个官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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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 参与 也就是说呢 孔父子 对这个 古里 保持一定的 成绩 尊重 这个古里 他也没有 阻止 那么 他为什么 要站在这边 他不站在里头 当然 孔父子 站在里头 好像很怪 穿着朝服 跟一群 这样 这个画面 好像有点 不太协调 很难 想像 孔父子 也在那边 湖 对不对 他立在 为什么 立在这个街 因为 这个 是 每一室 都会跑进去的 每个人家里 你家里 有几个房子 他就进去 所以呢 很容易的 就不小心的 就会进到 家庙 孔父子 担心 担心 会 骚扰到了 骚扰到了 这个 这个 历代祖先 所以呢 他就站在这里 就保护着 或者是 不让他们 不小心 闯进去 这个呢 就是 路以这个 历代祖先 这个神 里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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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主 一个 静主 好 所以我就从这里 就看出来 孔父子 对长者 这个向人里 保持一种 尊敬 对鼓里 保持一种 成敬 对这个 怎么讲 这个 祖先 帕金贡 祖先 就是一种 敬畏 这个我们知道 静 是一个 理的一个 根本精神 有理必静 不静 就无理 静呢 是借着理来体现 然后理呢 是借着静来 推行的 在论语里头 就有 一个子供说 君子啊 静而无行 你打开 理记 这个厚厚的 一大车 第一篇 旗里上就写着 五四静 理呀 最重要 只会要四静 所以就由静 来这个 推动了这个理 推行的理 最后呢 达到的就是 一个核心 实践 理之用 和文贵 这个 我想 2020年 大家应该过得 不堪其苦 我希望 这个2021年 能够 顾入一个 和谐的社会 这个和平的世界 祝大家 年宵 家节 愉快 我就 这个 这个 胡说吧 这个说的 不到位的地方 请大家 多过指正 我应该 时间已经 到了吧 主持人 好的 谢谢林老师 那先让我把 这个 我的这个 幻灯片 先转一转 好 谢谢林老师 今天这个 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呢 来到这一个 问答这个环节 那如果大家 有些什么 需要问的话呢 有些什么 疑问的话 可以在这个 chat的部分呢 就是留下 你的留言 我们在这个 这个 从里边 抽出来 这个问题来 请这个林老师 给我们做 这个回答 那当然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 回答所有 这个问题 我们尽量 就是啊 挑题目 出来回答 如果说是 一些真的 来不及 回答的 那在这里 先跟大家 说一声 不好意思啦 那我们也会 尽量就是 把题目 来不及回答 收集起来 那么就要 请这个 林老师 这里呢 回答了之后呢 通过电邮的方式呢 就是转发给大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些什么 先来看一看 好 这里有 一个问题 林老师 好的 有 一个问题 是想请教说 请问 同老父子 是根据 周历而过年的吗 是根据 周历而过年的吗 中国 这个历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一直认为 这个阴历 这个 现在 阳历 阴历 对不对 或者农历 对不对 这个呢 总共有百多个历 孔父子 是周人 那我想 肯定跟着周历 但周历 本身 我的理解是 从这个 诗经里头的理解 它呢 掺杂了好多 夏历 所以诗经里头 用夏历跟周历 两个交叉 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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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 好的 谢谢您老师 那么来看一下 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就是 把这个问题 老师 这里好 刚刚那位 诸国宁的发问 他这里提到 古六历 有皇帝历 专需历 夏历 英历 周历 及 鲁历 孔子应该是过鲁历吗 对 我不敢说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有100多个例 然后呢 这 努力也可能 但是因为 毕竟 那个时候呢 还是 还是属于这个 西州嘛 对不对 他们都会有交叉 我是从这个 诗经里考察 这个 看 看出来了 就是说 其实 都不同意 都还不同意 好的 谢谢林老师 那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问题呢 都留在这个chat的部分 好 老师 这里呢 还有另外一条问题 有请老师这里 给大家做解答的 假设 孔子有过年 老师 您认为 他是以怎样的心态 过年的呢 这个其实我刚才就有回答的 他会持敬 他会尊重这个福利 或者说吧 我们把这题目改一改 比较好玩一点 不要说到那么有数 孔父子来到2021年 他怎么过年 他怎么过年 我想他都会跟着大家 造主 该拜的就拜 该团圆就团圆 该放炮 也是真的会放炮 该这个拜年就拜年 有盆志远方来嘛 对不对 当然 他也会唱歌 所以为什么那一幅画 那那几幅画 他是 我觉得是从轮语去想象 看来是 看来是 这个 看来是 这个 看来是 合理的 看来是 看来是 合理的 至于 但你假如从香港边看到 孔子有所谓 有所谓 这个六不吃 他应该 这个过年 假如你要他 这个团圆饭的话 或者睡眠机场的话 他应该会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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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个底下这个题目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说恐怖子会不会过年赌博 这个恐怖子不是这个 怎么说呢 假如你不用心向学 他会说下下棋也不错了 但我想因为赌博有牵涉到护育之财 我相信恐怖子是不会鼓励的 因为他不会要人去做一些护育的事情 可能按照他的方式 他会不会阻止 假如说这个有地址在那边过年剧赌的话 这个我很难说 因为再怎样这也是一个礼书 已经形成了一个礼书 但他认为这是大家是在过一些不易之财 我想也许无不易观之可能是这样子吧 老师 那这我们再看再一条问题 炸与腊月有关系吗 这一个东西呢 怎么说 应该是这么说的 在上午时候 他是两个祭司来的 一个炸 一个蜡 这个炸呢 是这个比较大型的 是祭白神 比较接近去农业 农业祭司来的 然后他就有所谓的 有丝啊什么之类出来的 蜡呢是在家里 在家里 斯巴夫 百姓在家里祭拜五个小神 还有祭拜仙君 来到了汉代的时候 他这个 他呢 这个会这个 他就两个呢 就交结在 这个交结在一起 他就交 两个就混在一起 这个呢 其实呢 有 有畜土文物 这个有证明 蜡跟祭两个就交结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呢 这个学者有很多 很多的一个说法 有的就把这个 把它解释成蜡呢 打猎 打猎的祭品 用来 用来 用来祭拜 或者蜡呢 是祭啊什么之类 还有呢 就是 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 字跟 字形都是很接近 蜡跟炸 这个很容易 而且呢 主要的是因为 他们的这个 祭祀的时间 祭祀的时间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假如你分开祭的时候 可能就 可能就 会有点 劳民伤财 太累了 所以呢 就把他 就把他 这个 这个 就把他 这个 就把他 就把他 这个 摆在一起 这样子 一起祭祀 可能就省事 但这个 真正的来说 还是 纯一点 就是说 炸日是什么时候 炸日是什么时候 演变到汉代 我们就会比较 比较清楚 甚至到东汉的时候 就是说 他 他呢 就是 直接订 这个蜡日 就在 蜡月初发 12月初发 然后 后来到我们的时候 变成蜡月23 24 这样子 好了 谢谢林老师 那我们来看多 一两条问题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这里有一位朋友 有问到说 祭祀猫神的时候 是用田鼠 那如果祭祀 鼠神的话 怎么办 祭祀猫神的时候 是用田鼠 不是 他 为什么 他祭这个猫 为什么 祭这个猫神 我们讲 猫也要祭 很奇怪 因为猫有刺 这个田鼻的老鼠 到时呢 就是 就有提出来 反而是到了 历代学者 多多 这个堂之前 都没有提出这一回 到了宋代的时候 苏东坡 他就提出来 一个好玩 他说 他古迹 这个水去扮演 这个猫神 这样子的东西 他认为是一些 一些那些什么 一些演戏 猖祭 什么之类 这一类 这一类的 都参与了 都参与了 所以这个炸祭 到最后呢 这个 这个 有人问 应该没有 祭祀属神 这个我真的是不懂 有没有 祭祀属神 我想应该没有 所以到最后 这个炸祭 就慢慢就不传了 因为 我估计的就是 越来越荒 荒诞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 狂万万回 好 老师 这里再看一下 我们朋友问说 孔子提倡 夏棋 他是不是认为 夏棋 只是比 宝石 中日 无所用 幸好一点点而已 不能说孔子提倡 夏棋 对 他的确就是 有一章就是说 不有保时中日 既然你这个整天 这个保时中日 没有什么事 倒不如去 夏棋 倒不如去 夏棋 而且 孔子六亿里头 也没有提出 这个夏棋 对不对 但我想 孔父子是 很会生活的 大家都以为他 学而不愿 惠人不賤 这样子呢 他就 他就这个 每天就 就好像刚才说的 子贡 抱着说 不是 我相信 你假如 夏棋 要他夏棋 孔父子 也应该会乐意 但不是每天 夏棋 就好 不是耽误 夏棋 好 老师 那我们现在 这一条问题 过后就结束 今天这个好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古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 君子小人嘛 也就是这个 统治阶层 一般平民阶层 那这两边 对这个节日上 是不是会有一些 不一样呢 君子和小人 对这个节日 有什么不一样 过节日的时候 可能他们有一些 制度之类的 很好 OK 首先必须说 这个君子和小人 应该是从 这个身份上来说的吧 孔父子 当然 更多团的 君子和小人 是从这个 品格上来说 高尚品德的君子 对不对 小人呢 就是这个 品德比较低 比较低下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君子和小人 有什么不同的 这个应该 应该是说 这个祭祀的时候 就看你 就看你的 这个官位吧 身份地位 或者是官位吧 刚才提出的 这个夏月啊 这个东征 这些是天子的祭祀 天子的祭祀 然后 接下来的呢 有四大夫的祭祀 还有这个 平民老百姓的祭祀 平民老百姓的祭祀 当然 就会有一些 差别的 比如说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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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子呢 就祭八神 诸侯呢 就祭六神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四大夫呢 就四神 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配置 这个呢 就是一种 一种 一种 离语情分啊 就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意味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五点了 也时间差不多了 很谢谢老师 今天给大家这个分享 趁着这个新年的最后一天 也是这个元宵节的时候 那 在结束之前呢 我这里 再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 介绍哈 好 那 如果说是有朋友 就是 有兴趣 想要报读我们这个 拉曼大学中文系的话 我们这个本科 也是容易学 试课程 是在这个六月八号开课的 那 您可以在这个六月八号之前 就做这个报名 然后呢 进入这个我们六月这个开课 再接下来呢 给大家做一下一个预告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几乎每一个星期六 每个星期五 都会有一场的 这一个分享会 那星期六呢 也是会有 主要来说 星期五的分享会 就是偏重于一些 就是跟本科的科系 有关的一些分享 然后呢 星期六呢 则是与这个朔博类有关的 就打个比方 比如明天 我们会有一场 不一样的分享会 这场分享会呢 是谈到跟 这一个 Must of Science 有关系的一个分享 如果说是有 朋友 是对这个 科学方面 有兴趣的话 那到时也可以 就是参与 就是报名 参与我们这个Zoom这里 好了 那如果说大家 对这一个 中文系 或者说是对今天课题 有些什么 更多需要询问的话 欢迎大家 大家跟我们做联系 那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说 我们今天这一个分享会 虽然说已经结束了 可是呢 我们 同时间 我们还是会有在这个 保留在这个 我们的Facebook平台里面 就是Utara for You 所以当这个今天以后 如果大家想要重温的话 欢迎到我们这个Facebook平台 Utara for You 这里去 就是 重新回放 重新去观看 那如果说大家还要跟我们 做这个联系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的WhatsApp 来做联系 或者说是我们的微信啦 我们这个 这个电邮也可以 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通知 目前来说 我们每个星期一到礼拜天 的这个9点到5点 都有这个Live Chat 就是这个 的这个 这个服务 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 这一个网址 study.utara.edu.my 这里 如果说想要 做这个课程咨询 或者说是其他相关方面的话 我们 在这个9点到5点 这段时间里面 都有这个专员 给到这个解答 好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很谢谢大家 那也可以看到 就是 大家这个 踊跃的 这个参与 所以 在这里呢 也在祝大家 这个元宵节快乐 也祝林老师 元宵节快乐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